奥运男装与球赛金牌战 林洋佩对上大会第一种子中国大陆组合里2比1获胜 比赛非常胶着 一开局中国拿下第一分 林洋佩靠着对手几次失误以及王麒麟反手攻击得分 中国组合首次登上奥运略显紧张 李洋和王麒麟则表现沉稳 林洋王佩出现失误 加上局末发球又出问题 林洋佩最后以21比17率先拿下首局 来到第二局 中国组合展开反击 将比数搬成6比6 下半局对岸组合全力追分 双方一路打到18平 林洋佩局末以18比19遭反超 对手最后率先拿下21分 让台湾直落2的期待落空 比赛进入第三局 双边打得难分难解 分数不断拉扯 最后靠着王麒麟的揭发球回击得分 虽然林洋佩以11比10进入技术暂停 之后变12比12的平手 但台湾组合攻势渐猛 加上中国组合已经用尽挑战机会 最后以21比19拿下关键第三局 以总局数2比1立刻中国队成功未免奥运南双金牌 非常希望可以为台湾夺牌 那我们也会尽我们所能 然后大家的表现也都辛苦了 所以继续努力 靠着陈卓绝下的默契 林洋佩金牌二连霸 林洋生涯画下完美句点 也让中华奥会会期和会歌 响彻整个巴黎场观 TVBS采访团队 法国巴黎报道 TVBS大运动家 跟运动迷一起竞技的电行 马上下载 跟中华队一起all in 继续努力